欢迎大家 这门课我们透过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就是希望能够更传神 或者是说更平易近人的传递一些 大家比较不熟悉 或者是比较畏惧 或者原来大家印象中比较艰涩的经济理论 透过比较活泼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来理解 希望大家也都多多少少获得了一些知识 或者说一些看法 一些看事情的切入的视角 所以经济学我们除了在谈选择之外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发现诱因也是我们的主题之一 所以选择消费者在消用极大的条件之下 他怎么做选择 所以我们了解了价格还有价值 厂商我们也谈到他在所谓的利润极大之下 他应该怎么样做生产 所以厂商他可以透过价格或者是说厂商可以透过一些策略 那想办法在市场上面把他的商品能够很顺利的买出去 那我们也介绍了什么叫做编辑的概念 所以编辑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计较已经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讲了沉默成本 所以事情一旦发生不能收回来 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再考虑它 我们就只能往前看 怎么往前看呢 当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只要考虑这个当下你所投 就是说你所投入的成本 还有你能够获得的报酬 就是在比较所谓的编辑成本 还有所谓的编辑收益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的学生 就是会觉得好像失恋了 然后非常难过 到底他该不该再花时间去挽回这段感情 他曾经买了这么多的礼物送给了对方 这个时候我就常跟他讲 那些都是沉默成本 当你在做还要不要再挽回这段感情的时候 你根本不应该去考虑那些沉默成本 你只要去想我现在还值不值得再花时间 你再重新追求这个对象 之前的事情全部都不要考虑 如果觉得值得那就继续追 如果觉得不值得那就不需要再花时间 所以成本成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你需不需要再继续等这个车 还是说我可以去做其他的交通工具 因为本车其实基本上它已经就是一个沉默成本 那个时间不会再回来 所以这样子的概念 用这样子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来好好想想看 那到底该不该新建核四 有人说核四已经花了好几千亿下去 好像不继续建下去是可惜 但这些成本其实它是沉默成本 那我们考虑要不要建核四 应该考量的是 接下来要建核四能够获得的收益 还有成本 这个成本当然就包括了环境成本 或是说更多的这种外部成本 那选择谈完之后 我们还谈了所谓的诱因 那你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些 或者说调整这些诱因 赛决比头我们也谈过 如果你要改变这个均衡 你可以改变参赛者的人数 或者是角色 你也可以去调整你的策略 也可以改变所谓的报酬 其实这个报酬在改变的当下 它背后所隐藏的就是诱因 所以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切入点 我这边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诱因的设计 其实不外乎三种 一个就是我们在 其实简单讲就是 我们在谈这所谓的情理法 我先用一个小小的例子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诱因设计 其实非常重要 有一本书叫做 苹果橘子经济学 这个书里头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国外有一个幼稚园 那这个幼稚园呢 经常就六点钟 必须要把小孩子接回家的时候 常常有父母会迟到 所以原方觉得有点困扰 所以他们就希望让父母亲能够准时 那也让这些留在那里陪小孩子的老师 多多少少有一些补贴 所以他们就对外就是公告了 就是如果迟到的话 那我们就着收 大概就是50块钱台币 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处罚 那希望父母亲能够尽量准时来接小孩子 这个幼稚园或者说这条法条 一搬不下去之后 结果发现准时来接小孩子的父母亲 反而更少 也就是说迟到的父母亲更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这个幼稚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照我刚刚在看的情理法 这样子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之前他们并没有罚款的时候 事实上所有的父母亲 其实是在迟到这件事情 他们是放在所谓的情 也就是社会规范这个角度来看 我迟到了 所以我对老师非常不好意思 那少方也是希望 透过这种所谓的温情喊话 希望父母亲尽量不要迟到 但一旦罚钱 迟到这件事情 他就变成了市场交易 也就是说 他是在市场规范上面 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既然已经付了50块钱 我就可以用50块钱来买我的迟到 然后这对他来讲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所以当这个幼稚园 他后来发现 虽然迟到要多罚钱 但是迟到人数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的时候 他们又回到了原来不罚款的状况之下 但很遗憾的 迟到的父母没有减少 没有回到原来的水准 其实这个现象 也就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一旦你从所谓的社会规范 走向所谓的市场规范的时候 他不但不能解决事情 他反而会让有一些 我们看到的一些美德 他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课程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 同样是一个请人去搬箱子的这样子的例子 这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是麻烦人家 请人家帮你搬这个箱子 我是在所谓的社会规范上面 那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我给你十块钱 你来帮我 你来帮忙搬箱子 这是在所谓的市场规范上面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还有一层叫做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它也是一个诱因设计 它可以避免掉很多 你不希望发生的一些行为举止 或者说一些交易 但是法律觉得是最后的手段 一旦法律走在前面 你发现市场规范也好 社会规范也好 其实它很容易就 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水准 或者说这样子的诱因 其实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方法 最后一堂课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 就希望各位能够帮我们填答 下面的问卷 谢谢大家 欢迎订 '